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再有外國的情報機構 指控中國曾經阻止世衛組織向全世界發佈疫情的警示 今次這個情報機構 就輪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美國的新聞周刊獨家引述了CIA的報告 而CIA的官員亦向新聞周刊證實這份報告是正確的 這份報告是指控中國曾經威脅世衛組織 如果宣布全球進入衛生緊急狀態 中國將會停止 和世衛組織在冠狀病毒上的調查合作 而這份報告所提出的時間 實際上就和德國聯邦情報局那份報告 以及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另一份分析報告的時序吻合 美聯社在今個月初已經揭露了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文件 指控中國在1月份的時候 將當地嚴重爆發疫情的真相壓下來 以便繼續在全球搜刮醫療物資應急 當時中國總計進口的個人防護裝備 有25億份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就批評新聞周刊這份報道是無稽之談 這是CIA的那份情報 至於在上星期的時候 德國媒體這個名鏡周刊曾經引述過德國聯邦情報局的一份報告 指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在1月21日 致電給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要求他不要公開是可以人傳人的消息 以及要延遲發佈全球的預警 世衛組織終於有回應 他們的發言人就說 譚德塞在1月20日至22日期間 都沒有跟習近平有任何交流 一直到1月28日的時候 世衛團隊才去到北京跟對方公開碰面 當時雙方也沒有談及過 這個疫情應否列為國際關注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 即是一概否認 但是 德國又出了這個情報 美國又出了這個情報 若然遲些其他國家都發表類似的消息的時候 到底 是否這些國家合起來整理中國 還是人家真的查到一些真相出來 其實來到今時今日 到底這個疫情是自然地生成 還是經過基因改造或者人為展輯 都已經不再重要 就算這個真的自然生成 到底中國在1月份的時候 有沒有涉及到 門報流報 有沒有涉及到隱瞞真相 這個就相當之關鍵 因為世衛組織 直到1月份尾的時候 你才發佈這個預警 而且 當時曾經老點過世界各國 就要求 大家都不要對中國實施任何的入境管制措施 喂 當時中國已經是爆發當中了 如果世界各國都不採取預防措施的話 豈不是會造成目前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所以 世衛組織其實也是難辭其咎的 所以 為什麼 國際間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麼重要 就是這樣 查一查到底有沒有隱瞞真相 如果是有的話 那個國家一定是有責任的 你一定不能夠 在自身爆發的時候 向這個世衛組織施壓 或者是把真相壓下來 然後自己去外國搜刮醫療物資 其實去外國搜刮醫療物資這個部分 根本上 就是公開資訊 不需要那些情報機關去做 都知道 比如說有些情報機關製作的報告 他們裡頭所引述的數據 根本上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 例如 是中國海關總署的數字 所以 其實你中國走出去外國買醫療物資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不牽涉到隱瞞真相的話 但若然你一邊就隱瞞真相 一邊就向外國買這些醫療物資應急 喂 你只是用這個時間換取空間 你只是靠海 所以調查一下中國有沒有牽涉到隱瞞真相 就是非常之關鍵 根據美國一個民調機構 YouGaf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超過六成九的美國人都認為 中國政府是必須為疫情的傳播而負責 而有五成一的受訪美國人就認為 中國政府是應該向受疫情影響的國家作出賠償 這個民意調查顯示得出 追責撒培已經成為了美國人的主流民意 因為撒培是51% 而追責是69%的人同意 其實不單止是美國 自從全球大流行之後 有很多國家所做的民意調查都顯示 當地人對於中國的好感 持續下降 有些甚至乎是跌到新低點 那個影響因素就很明顯 是因為這個疫情 到底中國有沒有牽涉到隱瞞真相 你就應該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 你又不被人查 又不被人說 其實你是想怎樣 你是否想完全撇清責任 搞這個醫療外交又失敗了 那些醫療產品出去外國的時候 又被人發現很多是劣質山寨貨 根本上是自欺欺人 只是靠這個什麼戰狼外交 完全符合得到中國鷹派的思想 對於外國 你展示到什麼軟實力 其實都是德國吉 目前已經有兩家的外國情報機構的報告 作出了類似的指控 這些報告基本上就是為了外國向中國提出追責撒培 提供了一個事實的根據 不是無中生有 當然目前仍然停留在個別媒體引述 這些外國情報機構的報告階段 但是當這些國家 他們自身那份正式報告出台的時候 意味著 他們準備 要向中國提出追責撒培 好 接著就談談世衛組織 台灣的外交部揭發 原來中國曾經跟世衛組織簽過一份秘密備忘錄 這份秘密備忘錄在2005年的時候簽署 使得台灣 成為世衛大會觀察員的路上 舉報為奸 到底這份內容規定了什麼呢 首先 台灣的醫療公共衛生專家 如果要參加世衛組織的技術會議和活動 必須要在會議的開始前五個星期提出申請 並且由中國作出審核 第二條就是 台灣代表必須以個人身份出席 而且層級必須是處長以下 會議資料一律註明 這個專家是來自中國台灣 Taiwan China 這些條款都相當辣 其實基本上是緊箍咒 將台灣 排除了在世衛組織的體系之外 換言之 如果得不到中國首肯 基本上台灣也不用 只要重返世衛組織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被人問到他關於秘密備忘錄的問題的時候 他宣稱 台灣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知是在說什麼朝代 都已經說過很多次 第一個佔據台灣的 真正的政權就是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其他中國的政權 基本上在之前都沒有佔領過台灣 然後趙立堅就說 中國是不需要通過和任何國際組織簽署備忘錄 來將台灣歸於中國 實情在2005年的時候簽署這個諒解備忘錄 都不是什麼秘密 依據這個備忘錄的規定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台灣技術專家參加世衛組織技術活動是順暢的 因為當時是由國民黨執政 是由馬英九做總統 自從2016年的時候 台灣這個變天 由蔡英文擔任總統之後 台灣也跟世衛組織是絕緣 趙立堅還說到 台灣就住這份備忘錄再次炒冷飯 是借疫情搞政治操弄 完全是徒勞的 實情 你這份備忘錄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怎麼借疫情搞政治操弄呢 這是不是說林鄭月娥 要借疫情扭轉選情 借疫情搞政治操弄 不知道是什麼指控 台灣的外交部有什麼回應呢 就說 中華民國是絕不承認 不接受和不執行 中國和世衛組織簽署的秘密備忘錄 這是中華民國的一貫立場 其實台灣在國際舞台上 真的並非完全孤立 有些非邦交國 都肯為台灣加入世衛組織而發聲 最新的就是日本外務大臣 茂木敏聰 他就說 台灣沒辦法參加世衛大會的原因是很清楚 就是因為存在著中國的問題 但是國際社會和世衛組織 能夠從台灣當中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他就支持台灣參加世衛大會 另外在歐洲方面 有102位歐洲議會議員 聯署了一份跨黨派的公開信 致涵給歐盟27個會員國的衛生部長 表達出台灣應該受到邀請 參加世衛大會 當然 27國到底會不會採取他們 都成為疑問 因為目前既然揭發得到 中國和世衛組織是簽署了這個備忘錄的時候 換言之 世衛組織肯定就不會主動向台灣提出邀請 一定要提交這個表決 一旦要那些會員國表決的時候 很簡單 當你人數不夠多 那就不用玩了 目前有多少國家 是公開表態聽台的 其實來來去去數都是 日本 澳洲 紐西蘭 還有其他一些 西方文明國家 可能去到表態投票的時候會多些 但始終來說 數也好像不夠過半 所以台灣能夠參加 今屆的世衛大會的機會 都相當渺茫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